理財竟在運通 全國投資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 標股偷愛車 我是王明松 帶你輕鬆 賺大錢 今天指數大漲 100多點盤中 收盤漲79點 我想問各位 如果一大早 大盤就漲了100點 到收盤之後漲79點 你要買什麼股票會賺大錢 來 這招牌 開盤3分鐘 不到3分鐘的時間 已經大漲92點 盤中大漲120幾點 對不對 那一大早3分鐘就漲92點 結果收盤之後漲79點 你認為你盤中買什麼會賺錢 一定是早盤有低一點的股票 一定是還沒動的股票 對不對 我待會告訴你 買什麼股票會賺大錢 來 一樣 為什麼今天大漲 前兩天如果拉回 你沒有買 今天的大漲 你要不要去追 不用去追 為什麼 我已經講了兩天 這13號告訴各位的台股戰爭8500之後 開始會進行盤整格局 指數將走走停停 不容易有連續性的走勢 好 那如果不會有容易連續性的走勢 你要怎麼做 就是在大漲的時候 趕快去買 大漲的時候 請你不要去追 沒有 除非你可以確定它是底部起飆 說你中壓最強一檔 不是全部賣掉 是唯一那一檔大波段 未來最有潛力 長線會標倍數的股票 那我們從頭到尾都不用賣喔 我只是請你把價差的部分先賣掉 把賺大錢的股票先賣掉 把做短線的先賣掉 對不對 包含你的股票 如果有高點 它如果不是未來的主流 我也請你先把它賣掉 對不對 可是這個股票不用賣 在這裡 哪怕它大盤修正 這一檔股票就是不用賣 對不對 好 那來到第一點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啊 甚至最強的台幣繼續加碼 對不對 加碼 再加碼 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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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9月15號 盤中大跌61點 收盤漲9點 買成長 買潛力 買低 有齁 有跟你講 等待最強勁的反彈 行情會很精彩 下禮拜 9月30號禮拜三 連放好幾天的假 回來就是禮拜三 台股大跌 再買 收盤大漲48點 10月1號 還有低點可以買 收盤大漲100多點 不只買還要買王牌 再買 一路飆了 拉上去你不要去追喔 等待低點 再買 我有沒有先預告 有齁 有沒有低點 有沒有低點 我有講了齁 我講得很清楚啦齁 黃錢我都規劃好了 有沒有殺下來 有低點齁 所以一大早你不會興奮過度 因為大家都在等低點 掉大魚 買股票 根本就不會在意短線的漲跌 對不對 你會不會在意短線的漲跌 不會啦齁 再大漲 你真的有大賺嗎 那你一定要掌握長線的趨勢 把握最佳的買點 當天啊 我們股票啊 在前一個禮拜的週末 又買在幾乎追幾點 好來 所以說 當它漲了127點 要不要追 不用追了嘛 因為前面已經買好了嘛 週末已經買好 放完價就大賺了嘛 禮拜二大跌 禮拜三再跌 紅花配綠月繼續賺 帶你買另外一檔股票來搭配 那因為 為什麼要搭配這檔股票 很簡單喔 我已經跟你講了喔 要洗盤 準備走噴出段 那這個噴出段 大盤跟個股都一樣啦 個股還沒走噴出段 大盤已經現在噴了 那重點來了 你真正想賺的是大錢 對不對 不要被洗掉 可是這一段時間要做什麼事情 搭配另外一檔股票 我帶你買 10月14號 昨天45塊附近 帶你45塊附近買 起立心 從7月底 從7月打底到現在 此處先買進 減便宜 有帶你買齁 那買了之後咧 這是昨天找盤 45塊多買 收盤大漲 盤中飆到47塊3 買完就大賺 台股大跌照樣大賺 那今天咧 去哪裡咧 今天一大早 剛才不是跟你講盤 找盤 你買什麼不會賺大錢 你買什麼都不會賺錢啊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一大早開盤 沒多久就漲了快100點 3分鐘的時間漲了92點 倒收盤只剩下79點 那你要想喔 今天是漲什麼 台積電 晶圓雙雄 加上封測雙雄 半桃體的四大金剛 貢獻的指數60幾點 那你說指數漲幾點 79點 你的股大真的有漲嗎 今天一大早 齊立心 打地兩到三個月此處盤下買進多單 對時對價對抗訓 一定是盤下齁 盤下再買 來 今天還有盤下可以給你買喔 有沒有 要不要拉上來 有沒有再拉上來 一度拉到48塊3 所以說今天你買 又賺錢 那為什麼我要買協定性 很簡單 如果基本面夠好 股價卻還沒標 未來一定會跟著標 來 柏形電感的小天王 爸爸是龍頭 第一名的公司 兒子也是龍頭 座庸集團資源 掌握關鍵技術跟原料 場 重點是4G商機引爆 這我未來有時間再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個東西 柏形電感 我們都知道 智慧型手機 越做越薄 不可能越做越高 對不對 因為你希望攜帶越來越方便 所以它要越做越薄 所以說電感也要越做越薄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未來的商機 越來越大 越來越紅 高頻元件 供貨之緊 所以它訂單 篩爆 四大產線 全部擴產 業績一路會 旺到明年 那憑什麼 它可以旺到明年 上半年已經旺到快翻掉了 第一季 第二季 獲利分別創下 歷史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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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家公司 連續兩季 分別創下歷史性高 歷史性高 業績這麼好 股價卻還沒漲 你說可不可以買 其利心 漲了沒 漲了沒 是不是底 鹏 佢 漲 很多人不敢買股票 對不對 老師指數到了又多 什麼可以買 底部的股票可以買 請問這是不是底部 這是不是底部 這是不是底部 來 再看一次 昨天帶你買 大漲 買完大賺 有 今天找盤 買在盤下 在這裡 2分钟够不够 在盘下只有2分钟的时间 那这2分钟之前 我们已经在这里 所以一定成交 是不是买在盘下 盘下就在这里而已 我就买在盘下 收盘就大涨 又大赚 底部起掌 你有没有挑戴镖骨 你认为它涨很多了吗 好像才刚开始而已 还没喷出 还没镖 对不对 好来 又大赚了 对不对 来 我们再回头来看 什么 要买什么股票会大赚 才会赚钱 就是 早盘有低一点 尾盘越来越高 可是大盘是什么 早盘有高点 尾盘越来越低 对不对 那今天可不可以追 你不要去乱追哦 因为明天可能又休息了 我已经讲过了 我昨天有讲 我前天有讲 我今天又再讲了一次哦 行情是走走停停 你要买对 那我再强调一遍哦 股票不用买一大堆了 股票会飙一档两档就好了 就够了 因为股票一定要精选 看准财出手 千万不要散弹打鸟 如果你每天散弹打鸟 把资金分散了 你怎么赚大钱 对不对 所以说要强调一遍 我们不会给你各位 每天都有涨停满的股票 我们给各位的是 长期稳健的获利 什么叫长期稳健的获利 就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买得到赚得到 我们给各位的是 百分之百的实战 给各位三大保证 保证代进代出买得到卖得到 保证绝不凹单 所有的操作都一定有凭有据 也就是说 你收到跟我收到 都是同样的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 看到买到赚到 不是每天都在设飞标 如果你每天都在设飞标 你觉得你赚得到钱吗 如果你每天都换来换去 还不如找到一档 你真正信任 你真正看好 然后深入了解 当你对它非常了解的时候 它的每一个波动 你都赚得到 它的高低点会怎么走 你都会很清楚 你才会真的赚到大波段 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 很多人 是赚没有多少钱 你为什么 换来换去 可是会有很多人 可以赚倍数 怎么做的 不是换来换去 当你看到Nike财报亮脸 第一个想到什么 我只想到双帮 从8月底 我跟你讲的双帮 三重大底 8月底再买 礼拜四买 礼拜五买 到了礼拜一 我继续买8月31号 还是周末 还是8月底哦 还是8月哦 8月31号哦 只是这档 你买好了吗 这是礼拜一 礼拜四买 礼拜五买 礼拜一加码 那礼拜二呢 礼拜二涨停板 9月1号 9月份的第一天 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台股大跌 157点 双帮 涨停板 涨停板 你啊吗 全新标股 唯一档 台股大跌涨停板 启动 9月2号台股 暴跌 114点 双帮 狂飙6.6% 会飙 我不用买一大堆 我就买一档就够了 对不对 9月4号礼拜五 台股大跌 双帮拉回 拉回 你有进去买吗 如果一档好的股票 它的长线趋势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说它产业是向上的 它未来会不断的成长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要在哪里买 要不要让它每一次的拉回 上车啊 对不对 有哦 放完价 未来9月7号礼拜一 双帮涨停板 还是这一档 有没有 所以说 如果它的趋势是向上的 会越来越高 那 你可以用看的吗 看就赚得到钱吗 所以强调一遍哦 不要只是看哦 创新高 创新高 再创新高 差一点就涨停板哦 不买都不行 对不对 因为飙了一大段 最火红的产业大标股 就算你买在最高点 都会解套 因为趋势向上 产业向上 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当然要买 全市场最火红的产业 对不对 有没有 那你要在哪里买 拉回买 拉回买 对不对 真正的主流 它不是每天涨 如果每天涨 你怎么上车 所以说 你一定要利用它 喷出之后的拉回 休息 跟着我买 逢低步群 耐心等待主身段 请问你告诉我 我有沒有改变我的看法 我从头到尾没有改变看法 因为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的趋势 我对它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对不对 哪怕它大跌 大跌我竟然叫你买 台股大跌 台股大跌70点 双方也拉回 我想问各位个问题 如果一档股票它狂飙 它涨停板 它喷出 会不会有人跟你分析这一档股票 一定会有嘛 可是有没有人 会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跟你分享 跟你 告诉你该怎么做 没有人啦 大跌 请你拉回家嘛 9月15号 礼拜五还有低点 你不买 不好意思 收盘掌心嘛 9月34号 礼拜三 放完假回来第一天 双方 掌心板 亮灯 10% 索5000多张 有没有 突破 起10月1号 礼拜四 10月的第一天 双方 又差一点要掌心板了 每一个买双方都大赚 前一波买在最高点的也大赚 代表它的趋势是向上 它才会创新高 好来 再来 长线主流 是不是创新高了 这个代表长线是主流 那它既然是长线的主流 我会请你不要 请你不要 因为震以下 稍微震荡一下 又大惊小怪 因为它也是会休息啊 隔天 12号 双方创新高 开始休息 好 所以说你不会在这里追啦 用骨架继续写历史 对不对 喷出嘛 好来 当天是流向上影线的避雷针哦 别人会用避雷针恐恨你 我告诉你 不怕 未来一定创新高 股价大涨59% 难道不用休息吗 难道不用洗盘吗 难道不用甩觉吗 所以我们就等它上钩 好来 上钩了没 来 10月8号 礼拜四 我们一起来钓大鱼 这是这一波的波段最低点 我就买在波段最低点 老师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我买波段最低点 这一波啦 拉回的最低点 10月8号 一大早挂价 双方预设的21.5 上下0.1 来了 请你买 就对了 来了就买 那还没来啦 找盘挂的时候还没来 到后面就来了 最低是21.45 收盘是21.5 所以说保证成交 那为什么我可以抓到这个点 很简单 因为我三天前就预告 这个点它一定会来 只是当下还没来 三天后它出现 那也是这一波的最低点 有 好的 在这 吃买下最低点 最低是21.45 那我在三天前就预告21.5 可以买 到这一天21.5 让你买到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些股票的 我当下 我这个这一段时间 我不会叫你买 我会请你换成原料股 对不对 因为接下来标原料 我都会讲原因啦 待会我会讲 10月12号 这个礼拜一 双方 狂飙6.9% 礼拜二台股大跌 双方 再狂飙6.5% 那你知道为什么它会涨吗 好来 重点来了 我已经跟你规划好了 它在创新高之前 一定会进行甩轿 后面是喷出段 所以说 如果你知道它会喷出 请问 请问 连续三天大涨 差一毛 创下新高 却没有创新高 你知道原因吗 甚至我昨天还跟你讲得很详细 来 为什么只差一毛 没有创新高 它一旦创新高 那喷出行情就启动了 所以说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在这喷出之前 它一定会进行甩轿 一定会把很多人洗出场 那这个甩轿 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理会 所以说请你也不要被洗出场 一定会有很多人被洗出场 它才会有喷出段 所以说 我们接下来做的动作是什么 等它 来 再说一次 跟上礼拜一样 等它 上 勾 好来 我前面已经跟你讲了 这里的洗盘是最后的买点 后面是喷出 好来 所以说今天拉会要不要害怕 甩轿 等它上钩 我看完没有改变哦 我想问各位 如果 这两档股票 它的获利是它的两倍 股价却还差它六成 你要买哪一档 你要买哪一档 好 来 所以说它既然 要甩一下轿 我们就先带你 做一趟 起立心 有没有 有没有 昨天带你买 买完大转 买完大转 有没有 今天盘下再买 盘下 刚好买在盘下 收盘又大涨 为什么要不用研究 刚发动 底部起涨 连休息都不让你休息 它在休息 双方在休息 你不用害怕 你双方就报老就可以了 因为未来的喷出段 你一定能够享受到 重点是 你有没有办法每一波都大赚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到每一波的转折 还没赚呢 请你跟上脚步 给你最大的帮助 用最快的速度 帮你翻身 带你买表股 赚那钱 进广告 请用五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五分珠 五分珠 五号 发发发妆案 超级大流优惠 通通只要 八八八 超级优惠 只要八八八 让我们一起 八八八 超级大优惠 速播 02 8101 0600 02 8101 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福报 为了您新复杂难养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 8101 06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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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要现场 想清楚谁可以帮你赚大钱 再强调一遍 你将来有多少钱 决定在你现在的一个决定 一定要做对决定 买错赚不到钱 一个错误的观念 一个错误的想法 你可能会错失整段行情 老师 行情每天在去 是怎么我都没贪 因为你不敢买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股票会飙 你除了要抓到产业的趋势之外 你要知道什么股票 什么时候会飙 为什么我们买其力 会大赚 一样啦 一定要做对决定 港湾一百万买到33% 那如果买到33% 一来一回就差一倍了 可不可以做错 千万千万不要做错 好不好 来 一样啦 操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但可以做到什么 赚多赔少 所以强调一遍 你不只要买对你要懂得落贷 就算你买错 你也要懂得卖 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东西 我从来不会告诉各位 我们的操作是百分之百 我们的股票每天都在涨零板 因为我们给各位是实实在在的获利 每一个人都要大赚 而且要看到买到赚到 对不对 赚到了没 台股暴跌3000点 大赚 赚好几趟 台股崩盘前 赚到崩盘后 我也没有每一次都赚 这里就做错一次了 前面是来回操作 后面是做错 马上卖掉 不要去碰它 预期它会来到这里 预告 我这预告三个礼拜前预告的 来了买 大赚 从暴跌前赚到暴跌后 然后呢 在暴跌3000年的时候 但你买的股票 却能够大赚 因为股价创历史新高 创造倍数获利 赚很多趟了 好 再来 包含 双帮在休息的时候 我请你买什么 50% 后面两辆架叉都有赚 只是赚得很少 那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还是双帮 这我讲过 防水腹出货那些 打进运动概念 这个我都不用讲 并购华昌整合产线 我都讲过 你在做啥 你在做啥 这个你都知道 这我以前都讲过了 我不赘述 这叫运动产业最强的产业 它最便宜 它的成长性最大 有没有 如果未来 明年有奥运 整个产业会旺到明年 那我想问各位 会不会永远都只飙如虹 如虹需不需要休息 休息之后 万一它再狂飙呢 你说这个产业会不会飙翻天 好 最大的社会股 一定是运动概念股 但是你要抓到它的轮动 这个叫品牌 Nike UA 等等等等 台湾在标的是这一块 如虹丰泰保存 对不对 那现在 这些股票在休息 当然是标原料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要买双帮 我们最看的双帮 就是过去是这些公司在写历史 未来轮到双帮写历史 这样好不好 好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帮你航行规划好了 在突破之前 会进行甩轿 洗得越干净 未来喷出的机会 空间也越大 最后的买点 你一定要跟上 等它上钩 来 在它洗盘的过程当中 我请你先买这一档 齐力薪 先转一下 先探一下 红花一定要配绿叶 绿绘也一定要好的股票 好 有没有 买完大赚 今天盘下再加码 加码完再赚 好 来 为什么会标 我不追述喔 你觉得它标了吗 如果台股有稍微震荡 你认为什么股票会接棒 抵不起掌 还没转了 跟上脚步 给你最大的帮助 用最快的速度 帮你翻身 带你买标股 赚那钱 祝贵少说你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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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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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海出热线 02 8101 0600 02 8101 0600 这期试图 released 做ado honestly 是 年营 露火山 哇 這裡有一個好聽的歌 江飛好賣啊 懷念的江飛 錯過就沒了 快要來家裡放 以後想要聽江飛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土15片CD 兩片DVD